千万不要自杀 为什么? 一位天眼者的亲身经历自杀亡灵区 大家好 我是茉莉芬芳 明星之女的悲剧 光环背后的孤独 令人错愕 曾经风光无限的香港艺人郑少秋 她的55岁女儿郑爱怡 于2023年10月在美国上吊自杀 这一事件震惊了无数人 香港一代小生 郑少秋与前妻卢慧如所生的大女儿郑安怡 近日经传在美国亲身身亡 德年55岁 消息一出震惊外界 而郑少秋过往的情势也被翻出来 历经三段婚姻的她 四个女儿同父不同命 她过去受访时曾经坦言 自己四个女儿中最亏欠的就是大女儿 郑安怡拥有一个明星家庭 看似拥有无限的荣耀与光环 但却选拥在异国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背后的原因让人不禁深思 究竟是什么让这位新二代 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走向如此悲惨的结局呢 新二代的光环与压力 郑少秋有三段婚姻四个女儿 郑少秋的故事要从16岁 进入演艺圈的高光时刻说起 彼时的她不仅长相英俊潇洒 更是有着一副迷倒众生的嗓音 她的初恋情人也是第一任妻子 是比她大了整整13岁的学姐卢慧如 而郑安怡正是和卢慧如所生的大女儿 郑安怡的成长并被如外界想象的那样幸福美满 郑安怡在海外自杀的消息震惊了许多人 这位常年住在国外的可怜女孩 选择了用最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据传郑安怡从小就缺乏父爱 母亲卢慧如对郑少秋的怨恨 更是让她陷入了无法走出的阴影 郑安怡的悲剧仿佛一记响亮的耳光 横横打在了已经和她二十几年 鲜少联络的父亲郑少秋的脸上 你说有多讽刺呢 那位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父亲 星光却从未照亮过女儿的人生 作为明星的女儿 她从小就在公众的目光中长大 媒体的镜头从未离开过她 人们只看到她被美光灯照耀的时刻 却未曾看到隐藏在光芒背后的巨大心理压力 大众对她的期望如同一道无形的枷锁 深深的束缚着她 每次公开露面 每一张媒体拍摄的照片都被放大和解读 她被迫在公众面前展现完美的形象 然而完美的背后 她的内心却逐渐陷入孤独与无助 童年的创伤 家庭破裂的阴影 父母之间的关系破裂 对曾安怡的成长造成了无法姑娘的影响 郑少秋虽然是香港演艺圈的传奇人物 但她忙于事业 对家庭生活的关注远远不够 父母的争吵与离婚 成为曾安怡童年记忆中最深的阴影 童年的创伤 往往生殖于人的内心 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父爱的缺失 让曾安怡在成长过程中 始终感到孤独 她渴望得到父亲的关爱和认可 却始终得不到回应 这样的孤独感在她心中逐渐发酵 成为了她内心难以言说的痛苦 她试图透过心底医生寻求帮助 希望能够找到解决内心焦虑和忧郁的办法 然而每一次的求助都让她更加失望 她曾经在日记中写道 无论我走到哪里 心底的空洞依然如故 这样的痛苦最终让她陷入了无尽的绝望 曾安怡的悲剧也让人开始反思 媒体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身为公众人物的子女 她的隐私往往成为了媒体的焦点 她的每一个举动 每一段人生片段都曝光在公众面前 这样的曝光与关注 究竟是对她的关心 还是对她隐私的侵犯呢 千万不要自杀 为什么 一起来听听 自杀王林区 一位听言者的亲身经历 用神通 观 自杀者 无法挽回的苦报 大家好 我是茉莉芬芳 以下是一位可以神通感应的师父分享 每当我生病的时候 气场都比较弱 平时 阳气垢 接触阴灵 也不会觉得冷 但一生病了 身体比较虚 在接触灵界时 就很容易觉得冷 我很少去阴间 因为那里太冷了 阴间也就是轨道 轨道是很大的 也有分区域 每天打开报纸 都看到有人自杀的新闻 很多人觉得苦 觉得做人没意思 就跑去自杀了 今天我就要去阴间 访问一些被困的自杀怨灵 不要以为自杀后就没事了 自杀 只是更痛苦的开始 自杀的人 不管是为情 为钱 为债 跳楼的 跳海的 吃毒药的 割卖的 各式各样的 只要是自杀的人 死后 只会更痛苦 自杀的人 死后的灵事 马上就被困住了 阎王老爷 最痛恨那些自杀的人 一 不敬父母 二 自毁人生 三 无知与痴 我们的身体是父母所生的 都还没尽到孝顺 就自我毁灭 这个罪很重 要知道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啊 既然得到人生 怎么可以这样轻易的毁掉它呢 真是语迟 你今生要来还的债 都还没还清 又要背多一条重罪 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阎王对自杀的人 都会判重刑的 就因为你不好好珍惜这个人生 自杀的人 死后会不断的重复自杀的动作 比如A先生是下午两点钟 在某大厦的顶楼跳楼自杀死的 那么他死后 临时就会被困住 困在一个自杀区 每天到了指定的时间 他就要去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大厦 再重复跳楼一次 每天如此 一直跳到他的羊兽镜为止 比方说 他本来应该可以活到七十岁的 但是他在四十岁的时候就自杀了 那么他死后 就要不断的重复自杀的动作 直到七十岁 就是每天跳楼跳个三十年 而且每天重复那种很痛苦的思想 还有身体上的痛苦 都完全一模一样的 一直重复着 每天重复一次自杀体验 其他的时间呢 就被关在自杀区里受苦 自杀区里非常阴暗 很潮湿又有点臭 在那里 每个自杀林都充满了怨恨 不是哭吟 就是爱声叹气的 那里没有房间 没有床 没有电视娱乐 没有好吃的 什么都没有 那里啊 就只有痛苦与悲哭 我走到一个监房里 那里堆满了自杀林 怨气冲天 非常难受 看着一个个 目无表情的铁青面孔 真叫人心伤 我走到一个林的前面 他全身湿透了 眼睛凹陷 我叫了他一声 你好 他抬头看看我 然后说 你是谁 我说 我只是个普通人 今天心血来潮 就来阴间 想访问一下 自杀的人死后的处境 他说 不要问我 我很痛苦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我现在的心情 一个字 苦 我说 你为什么身上都是湿的呢 他说 水淹的 我说 你跳海了 他说 嗯 你为什么要自杀呢 真的不想说了 不要问了 那好吧 我走到另一边去了 在我面前是一个女人 我问 小姐 请问 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区里面呢 她说 你能帮我找到我的小孩吗 求你了 帮帮我 你的小孩 是的 我带着女儿自杀了 但是女儿不知道去哪里了 自杀后 我就被压到这里来 女儿也找不着 我好痛苦 我说 你的女儿在另一个区 在等待投胎 因为你没有经过她的同意 就结束她的生命 你的罪很重哦 她因为无知 不算是自杀 就被送去另一个区了 她说 这样啊 没人告诉我 那请问 你能带我去见她吗 我说 我不能带你去 因为这里是阴间 有阴间的规矩 你必定要在这里 受自杀的果报 这是定律 她哭得很伤心 走过一段阴暗的路后 穿过一座山 又到了另一边 那里是另一个 自杀亡灵区 我看见一个先生 他的手臂上 有一条很长很深的裂缝 我说 先生 你的手臂怎么了 他抬头看看我说 这是刀割的伤口 我用刀割我自己 我老婆跟那个男人 我恨他 我说 那你也不用自杀呀 他说 不是 我是先杀了他 再自杀的 我死后 就被关在这里 每天要回家 再自杀一次 我好痛苦 真的好痛苦 我说 哎 又是为了情 先生 自杀的罪是很重的 你会念佛吗 我教你念南魔 地藏王菩萨好吗 你一定要念 可以减轻你的罪报 还有 你要忏悔啊 杀人本来就不对 杀人后还自杀 罪就更重了 你要听我说的 一定要念啊 只见他点点头 无语 在我眼前 一个个的怨灵 很恐怖 有的还在流血 在我亲眼看见 这一幕幕后 我不禁也打了个冷战 很多人以为 自杀是对 在世的一切痛苦 来个了断 其实自杀只不过是 另一个痛苦的开始 罢了 真是傻 怪不得常听到 某某地方闹鬼 有的还见鬼了 要是某某房子 之前有人自杀过 那么自杀的灵 还天天跑回来 重复自杀的动作 那个房子 不让鬼才怪呢 我要是住进了 那样的房子 我看啊 我也会变神经病了 天天看鬼来自杀 还要看他怎么死 人生都是来还债的 谁活着没有烦恼呢 谁活着不觉得苦呢 还不是全身自己照下的二阴 还债哪有轻轻松松的呢 千万不要自杀呀 自杀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死后只会更痛苦 想想在事实 已经很苦了 死后还要被关在那种地方 哎 不知道的人 以为死了就是死了 什么事都了了 真是白痴 自杀了 才是真正的苦 开始呢 想想身边的亲人 为你多么的难过啊 就算你死了 你为他自杀的那个人 也不一定会爱你 何必呢 不要把自己推向绝路 死了 不代表问题就没了 只是 你把问题都丢给别人去了 自杀的人死后 受完自杀果报后 还要去各大小地狱里受刑 直到夜景 才可以被放出来妥胎 至于投身哪一道 就看个人的因缘业力了 阴间很大 太多的区 太多的地方 我还没去逛呢 以后有空再去看看 看到什么 再回来和您分享